玉龙制工社举办进滩活动 守护苗栗后龙外普鱼港海滩的清静及海洋美丽生态 玉龙汽车提供 记者方维多台北报道 为鼓励员工们对环境保护贡献心力 玉龙汽车日前于苗栗后龙外普鱼港举行进滩活动 以行动落实企业长期以来对环境保育的关注 让员工自发性的守护自然生态环境 善尽企业公民责任 玉龙汽车总经理姚振祥带头响应此次进滩活动 并号召主管及同人们共同参与 玉龙汽车提供此次进滩活动 静静的与你相遇由玉龙制工社主办 玉龙汽车总经理姚振祥带头响应 号召主管及同人们共同参与 当天共计有超过百名的员工及眷属参加 相当踊跃参与进滩活动的同人表示 海滩看起来很美很干净 走近看才知道原来垃圾这么多 除了表层的垃圾外 埋在沙滩里的成年垃圾其实更多 至公社同人们合理将深埋在沙里的塑胶带 各式容器 宝特瓶 玻璃瓶管 保力龙 9公斤的垃圾相当可观 在厚龙镇公所清洁队的协助下将这些垃圾加以分类 清运让厚龙海岸恢复了干净的面貌